练习这个装啊 这两手抱圆的讲究真的很多 有的可能抱这么大 有的抱这么小 如果要想把一个装站好 标准化流程少不了 您看 我建议您把两手抱在胸前 那么两手抱多宽 您得用上太极所讲的外三合 手与脚合 那手与脚合 顾名思义 手脚要略微相对 那手脚略微相对 这只是一个外形表现 它体会不出什么 那么我们通过内外同修 皆可完成 我们把两手放在和两脚 差不多同宽的时候 我们让手轻轻的往上跌动 你会发现 手在慢慢跌动的过程中 你的脚底板会有反应 就是老是有一种往上捧的感觉 这样就是手与脚合 那么通过时间 站桩时间长 只要手放在这个地方 脚就一定会给它捧着 因此你手放在这里 就是松而不屑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宽度 这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如果你掌握住了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好好学习下来